哈喽大家好 今天做干扁四季豆 这是一磅四季豆 洗干净 沥干水分 切掉两端 再从中间切短 蒜末和用水泡软的干辣椒 将干辣椒挤干水分 剪短 热锅加油 筷子吃油温 冒泡泡就可以了 倒入四季豆 翻炒 油爆四季豆至变色 不要过度 捞起 尽量沥干油 将锅内多余的油倒到碗里 可以用力炒其他菜 加入干辣椒 转小火煸香 再加入蒜末炒香 用厨房纸吸一下 塞往底部多余的油 倒入四季豆 转大火翻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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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入蒜盐 炒匀 炒匀 收小火 周边淋入生抽 中火锅炒 炒到二季豆 先加入蘸醋 炒出炒 擦一下味道 刚刚好 最后调中火炒香 上盘 尝一尝 四季豆干香爽口 拌着蒜香味和微微的香辣味 可口下饭简单易做 喜欢就试试吧